最近网络曝光了分众传媒创始人将南春的私生活 频繁的令人咋舌 他曾经位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四百三十二位 有人想这样的大富豪肯定是极尽奢华享乐 福报不尽的生活 可是当记者走进他的家时 却发现他的房间极其简朴 墙上也没有名家字画 他在家里面的生活 他的生活跟普通人并没有两样 那也没有名贵品牌的服装 他说衬衫如果超过了两百九十九元 就会比较难以接受 对于某些富豪极尽奢华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或许就是不同人对财富的不同人生境界吧 他的财富观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这使我联想到 曾有人齐请南魔第三十多节枪佛说法 因为自己家庭每个月生活费支出不费 感到有点浪费 该怎么处理 对此至尊佛陀说法 佛弟子绝对不能浪费 应该珍惜福报 将节约下来的资粮可以用来做佛事 可以储存起来 因此我们不应以社会上的炫富危险 而应该不为物易 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这样才能圆满和谐幸福的生活 乃至升华为成就解脱的至高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